我以前是臭小孩 我是人家的媽媽 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女兒 從來都沒有我是誰 艾仁康子來Lily結婚後一直退居幕後 去年和丈夫來婚後決定加入保險行業 再次集日職場 除了為了賺錢養活自己外 他更認為是重新建立自我的機會 我以前是臭小孩 我也是人家的媽媽 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女兒 從來都沒有我是誰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自己 我想不到自己的用處有多少 所以我覺得是 還有我沒有一些標準的東西 沒有一些很代表性的工作人員 以前如果說在幕前的節目也好 就是因為我經常都把自己放在前面前 我都會把自己放得很厚 但是我入行 這件事是把整條路 我用自己的名字去印卡片 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卡片 例如我拿獎 那個獎是我印著我的名字 這些我從來都沒有 我不是說要令自己很大 只不過是去當一個平衡在裡面 其實是我印著的 原來我都可以有一些能力 原來我有一些潛質在裡面 而是自己一直以來都不知道 沒有發揮過的 以藝人身份加入保險行業 Lily坦然很壞的參半 好處是人物夠廣 但同事要面對知名度所帶來的壓力 不過她入行一個月後已經獲獎 對於從事保險行業 她又有什麼心得 我記得我入行的時候 之前我想了一段時間 我可不可以入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藝人 一直以來都是 我又有經歷人公司以前 我有助手跟著我 那是別人照顧我的 即是甚至我出去做事 也不用拿東西 但是如果我做這個行業的話 其實我必須要照顧人 這樣 我説服自己 不是説服的 我為什麼去想這件事呢 我有一天突然叮醒 那就是 其實如果 如果 我有一個朋友 他半天三間 他不舒服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 你別人不好意思 我很不舒服 我家人進去了醫院 你可不可以載我 那我就想 即使我一個朋友 我擔心的人 他這樣打給我 我都會馬上衝出去 他說放股 我嚇了 那就是因為這個點 我就入行 所以在我入行的 最初的一個月 他說我拿了一個 TOP CASE的獎 其實我都是本住這個心態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needs 那他的needs 就是我幫到他的東西 我可以provide到一些service 給我 我可以給他一些規劃 一些planning 那無論他是 高位肥瘦 他的身家有多紅厚 或者有多 沒有錢 我不會看這些 因為人人都不同 Lily從事保險業之前 甚少管理個人財富 連兩個兒子的教育基金 都因為欠缺定期檢視 而未有滿意的回報 不過 在父親從小教導之下 Lily一直都有良好的儲蓄習慣 工作後 更透過月工股票累積財富 我最初那段時間 因為剛剛開始 都會花多些時間去看股市 但因為我買了那些籃籌 所以沒有太大的波幅 整整整整都是不理 但月工廣的 都是同樣道理 我每六月都做同樣的動作 都是先儲蓄 然後才用錢去花費 那那個動作 你覺不覺 由三千分開始 我記得當時 我儲了儲了儲了 100%至200% 其實那些回報已經 對於兩個兒子的理財教育 Lily同樣以儲蓄為先 作為母親 她更樂業為兒子的教育 提供無條件的支持 讓她們可毫無顧慮地 選擇自己的路向 我不會安排 因為其實都是看她們 考到哪個學校 她們喜歡哪個學校 那 我都 有時候 我覺得自己都挺有趣的 我覺得 我放手 你去選擇 那間學校很貴 那個位置很貴 如果你真的進來 喜歡讀那個學科 的話 我常常找到方法 是給錢你學讀的 那間學校